《熱血三國誌》 老玩家們共同的回憶 在最近推出日文版的《熱血三國誌》 終於讓我們等到了會推出繁體中文版的消息 《熱血三國誌》是熱血系列 35 週年的紀念作品 主角國父將化身為三國演藝中的關羽 上演一場他在亂世中求生存的搞笑動作劇 其他熟悉的角色也會變成三國武將 一起加入這充滿熱血風格的三國演藝 熟悉的橫卷軸玩法跟過去一樣 不同的是各種超必殺戟和特殊的激略 好好運用就能夠徹底掃蕩敵人 在城鎮村落等地能夠承接任務 強化自身的屬性並購買道具 不可以少的就是濃濃復古風格的私人協力模式玩法 小時候的感覺都回來了 日文版在 12 月 16 日就已經推出 不過中文版的發售日期目前尚未公開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多關注一下後續的進展吧 公再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